超人 克星最后的幸存者之一 尚在强保中的他在克星毁灭之前就被送入太空船飞到地球 在肯特夫妇的关爱下认识到了人类的善 而人类的恶则赋予了他运用自己的能力去保护的责任 超人的能力因地球环境而产生 像MOS的设定中地球的重力比较弱 大气充满养分 而太阳又比克星的更加年轻和充满能量 这些强化了超人的肌肉 皮肤以及感官 从而让他有了超越一般人的能力 比如热视线 超速度 超力量 超听力 透视飞行 冰冻吐息等等 根据DC超人类绝密档案中蝙蝠侠的笔记提到 超人的上皮细胞非常特殊 像动植物细胞的融合体 尽管外观看起来像是动物细胞 但却有着植物细胞一样的特征 比如能在阳光下进行光合作用并储存能量 而超人的弱点 克时就有克制超人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 削弱它 让它像人类一样甚至比人类还要弱 所以在这样的设定中就诞生了强化吸收太阳能的黑色制服 当然黑色制服本身就很有魅力 几乎每一个超人气角色都有一套这样的皮肤 比如蜘蛛侠 第一家什么之类的 漫画中超人在92年的Superman第75看的漫画里面 在于毁灭日的战斗中死去 然后在93年7月的动作漫画689看中 在克星技术的帮助下再次复活 一开始穿的就是黑色的制服 这件制服嘛 是玫瑰边的 胸口也没有S 这是最骚的 然后才换成了经典黑色制服 作用当然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太阳能 但在接下来同年10月的漫画 Superman第82看中这件衣服被破坏 露出胸毛和大腿更骚了 所以它重新换上了经典红蓝制服 这是漫画的由来 黑色制服的名字叫做恢复服 太阳服 再生服 或者直接就是黑色制服 特征就是全身黑色 胸口银白色的S 手腕和脚尖也带点银 那个时候超人还很虚弱 不能飞 所以这件衣服脚底还给它搭配了一个 阿童木同款分射器 关键还是帅 在96年的DC的Final Night事件中 一个叫做日识者的玩意儿 企图吞噬地球的太阳 那会儿英雄们打算自己造一个人工太阳去引开它 但结果还是被吃掉了 然后超人开始扬尾 所以又穿回了刚才那件黑色的制服 并准备进入之前被毁灭日干死 是复活它的克星科技舱 就是这个蛋蛋里面重整雄风 出来后感觉很自信 结果试一下屌用没有 还是扬尾 所以故事的最后重新点燃太阳 拯救世界的并不是超人 而是视差怪哈尔 然后在2010年8月的漫画 Superman Batman Annual第四刊中 这里的蝙蝠侠并不是布鲁斯维恩 而是泰瑞麦金尼斯 某一天布鲁斯维恩派麦金尼斯来大都会执行任务 在那里他遇到了超人 这里的超人也是穿黑色的制服 胸口的S更加抽象化 两边头发是白色的 因为炉色让大都会有人服用了一种克元素胶囊 这使得超人不仅虚弱 甚至无法在街道上行走 和麦金尼斯一起解决了卢瑟之后 超人去安度晚年 故事挺无聊的 但造型还是很帅 其实黑色制服也不总是代表洋伪 在2001年6月的漫画JLA第53刊中 因为第六维度外星人的介入 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 让超人与蝙蝠侠等联盟成员的双重身份 被分裂出了两个实体 被分裂的人格失去了彼此制衡的效果 两边就开始变得极端起来 布鲁斯变得无能又狂度 而超人没有了克拉克的人性 变得冷漠专横甚至不许别人再叫他克拉克 而是得叫他超人 所以他换上了一套新的黑色克星制服 这套制服有点像一开始说那件玫瑰编的 不同的是胸口特别高调的红底金色S 还有背后的五边形图案 对了还有一些异世界的超人 比如03年的动画正义联盟里面 一个叫做A Battle World的剧情线 莱图是总统杀了闪殿下 所以三举头去白宫报仇 卢瑟很嚣张 说反正超人不会杀他 最后他还是会愿意出来搞破坏的 所以超人这一次下狠手了 烧死了卢瑟这傻逼 边虎侠居然也表示支持 超人觉得这感觉真的放弃了兄弟 那之后他就换了一套白披风的黑色制服 开始接管政府 破坏言论自由玩独裁 然后他们发现了主世界的阵营联盟 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好人还是被坏人压着干 所以准备多管闲事 于是他们派火星恋人把对方骗来自己的宇宙关了起来 然后接管宇宙 有趣是这时的主宇宙的毁灭日来了 但是被独裁超人解决了 我来想这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算是拯救了主世界的超人一次 而动画的结局是主世界的超人和主世界的来图 联手操翻了独裁超 这个动画其实挺有意思的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就是美剧超人与路易斯里面的版本 纯黑化 没有什么意思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美剧还不错 不过呢黑超人在电影里面又有点不同了 MOS中 佐德想从克拉克内得到法典 并传达克星的重生 必须建立在人类的尸骨上的观念 这里超人的黑色制服 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末日气息 其次则代表佐德 认为克拉克是自己的同胞有意拉拢 毕竟克星人的衣服颜色都是黑色或者深色的 不过这里胸口的S也是黑色的 不同于后面导简的银白色 所以运意肯定也不同 根据扎道所说 经典红蓝制服是克星的外交服饰 呼应超人来到地球后去完成自己构筑起桥梁的使命 而黑色制服则是克星的正统服饰 只有在自家才会穿 象征超人第二次出生的地球就是他的家 所以在导简的结尾 超人依旧身穿黑色制服 而白色的S也许就代表着黑暗中的光 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刚古与编户侠的噩梦中 超人又穿回了红蓝 因为黑化他已经不把地球当作是他的家 征服与恐惧只是一种外交 综上所述 其实超人的黑色制服象征的意义不外乎就两点 重生与黑暗 其实就我本人来说 我是黑超的真爱粉 主要是超英其实并没有必要太执着于披风这个概念 当然披风是帅的 但就机动性来说 披风是累赘的 以现代运动员穿的运动服 以及古代希腊人开始就对肌肉线条的审美 景声音还是永远低神啊 所以我也拜托我的哥们 在6月1号前帮我从国内寄了一套黑超雕像来消遣一下 这玩意儿是真的重 两个大箱子 一个装主体 一个装地台 只不过箱子被我家的猫当猫招板抓爆了 为了拍摄留念 本来想找工作室专门去拍的 不过我所在的韩国首尔的疫情并没有太大的好转 所以我只能搬上天台自己拍 拍摄技术真的不行 还好雕像够帅 这个造型应该是来自2002年 由吉姆里绘制的漫画编幕侠编幕中的超人 这个纹理和质地是真的牛逼 衣服和肌肉贴合形成的褶皱简直完美 这背积我靠 推荐三个头 个人最喜欢中间的 然后下面这地台比本体还要重 关键是细节也很到位 这个版本本来还有一个经典红蓝的 不过说真的 对比起来还是黑色制服更加霸气 差不多这一期视频就简单聊一聊黑超 后面的视频会比较硬核 有空记得来看 那么我是BA 我们下个影片见